請問一下一位那個 朱委員剛剛應該是剛剛才知道說 這個秘密武器是什麼 早上的時候還是都還是不知道 那有沒有覺得蠻驚喜的 那這個心情有什麼樣子 我覺得 當然志強之前有稍微暗示一下 但是他並沒有講得非常的清楚 那我今天比較驚喜的地方就是 來自於芳瑩 他不是一個各方面 就是說他的財力 他完全是靠他自己方分目得的 他既然目得的東西沒有放在他自己身上 是放在我的身上 然後呢我又比他年長 然後我們又代表是六都來選舉 我覺得是這樣子的一個落差 讓我更覺得這份感激之情 是我無法言喻的 一個年輕的應該是我們來支援他 可是在我還沒有想到去支援他之前 他竟然用這個角度來去幫忙我 這對我個人來說 所以志強沒有講得很清楚 雖然這好像有這麼一回事 但是我並不清楚那是什麼 因為他是講秘密秘密嘛 對不對 然後呢 即使他之前有受過一些 說實在也沒那麼仔細去聽 所以當我今天來到現場看到方瑜 然後再看到他告訴我這件事情 我的確是很為激動 真的是非常謝謝他 真是 謝謝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